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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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晚安 而且我很少看到學員這麼熱烈 就坐低牌就坐滿了 通常在課堂上能夠自由選 座位都往後面坐對不對 但這是這個班的特色嗎 還是基隆社大的特色啊 會有班 哦 很好 所以謝謝大家的熱情參與 看到大家都坐在前面就覺得 心情非常的好 好 那我作為第一堂課其實很開心 那我有聽我的夥伴大概的介紹各位 因為上禮拜你們已經有相見歡了 所以每一個人都 其實有各種不同的學習的目標 或者興趣或動機來到這裡 好 那我的任務呢就是 今天是第一堂課嘛 我會簡單的 其實也不是簡單 我又花將近三個小時 跟大家做說明 就是從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堂課 就是所謂的步道學 那以及開設這堂課的 主要的開課的單位 千里步道協會 那為什麼會推動這樣的一個課程 以及各位今天坐在這裡 這是基隆社區大學對不對 那這兩個社會 應該說一個社會行動 社會倡議的 這樣的一個公民行動 然後今天把大家 大家也加入 那這兩個社大運動跟步道運動 中間其實有很有趣的故事 大家知道嗎 好 所以這是三條軸線 一條軸線叫做社大 一條軸線叫做千里步道 中間有一條橫的 就是各位 就是這個步道學 好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好 在這個空間裡 大家一起來上這堂課 呃 絕對不是偶然的 至少我們在這裡出現不是偶然 但我也相信你們出現在這裡 也不是偶然 好 那我們這一系列課程 很感謝那個我們基隆的有線電視 在地的有線電視台 他也會把它全程錄下來 呃 大家有看過第三台嗎 就是那種地方電視台的 教育文化的頻道有沒有 公益頻道 那常常在想這個公益頻道 可以進入每一個人的 家戶的電視機 那如果有更充實的內容 更有趣的內容 更在地的內容 就不只是各位 二三十位的學員 很多基隆的朋友也可以 同時可以 呃 在家裡就可以上課 學習 所以也謝謝大家的 這個參與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很熱嗎 各位 有一點 好 如果真的熱再把那個開一下 好 我就來說這樣的一個故事 好 你在今天之前就已經是基隆社大的 或者已經去過社區大學的請舉手 哦 有一半 你是因為這堂課才進入社大的舉手 果然是一半一半 好 謝謝大家 那我現在今天我要講這個 講題 叫做公民守護環境運動 千里步道的關懷跟發展 那時候呢 我一定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好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這個歷史 但是 我們就先來話從前一下 這個大概是 我們陸續有一些朋友來了 現在是幾年啊 2022年 2022年 我看一下有沒有光筆 好 我這個 年代的軸線是從1994年開始 離現在是 28年前 有沒有人還不到28歲的 是比你出生前還要 早 所以真的有歷史了 我也有歷史了 好 其實在 大家知道是什麼時候解嚴嗎 1987 對不對 好 那 在1994年的時候 有了第一場的街頭的遊行 不是因為政治議題 不是因為環境抗爭 不是這種拉白布條 而是提出一個訴求 而且走上街頭的人呢 是學校的老師 是家長 是小孩 這是很特別的 好 當然解嚴之前是不會有 所有的街頭的 行動都是被視為違法 那解嚴之後 人民可以向街頭 自由的 表達他的訴求 那這一年的訴求呢 叫做410教改 因為它發生在 1994年的4月10號 那個時候 大家如果 跟我年紀比較相近會知道 那個時候提出來的訴求 叫做教育現代化 小班小校 然後廣社高中大學 等等 那為什麼那時候 會提出這個訴求呢 因為台灣當時的教育呢 是不打不成器 是這個 考試至上 就是所有人都要去 拼聯考 所以有很多的教育的缺失 好 所以在那一年呢 很多的教授 老師 家長 學生 上街頭 希望台灣的教育 可以現代化 好 那主要的發起人 是一群台大的教授 包括我今天要介紹的 社大的倡議人 跟千里步道的倡議者 黃武雄老師 好 這是第一個交集 就是為什麼社大 好 所以在1994年4月10號 第一次 教育界 的人上街頭 來表達 希望教育正常化 教育 自由化之後 在1994年的9月 那黃武雄老師呢 提出了一個 構想叫做 地方政府設置社區大學的 一個草案 也就是說在1994年9月之前 在台灣 沒有社區大學的四個字 好 但是這個構想呢 呃 只是在那時候被提出來 一直到1997年 那黃武雄老師寫了一篇文章 在《中國時報》 叫做 倡議廣設社區大學 以深化台灣民主 發展台灣新文化 好 這是在 97年的聖誕節的第二天 正式有一篇這樣的文章 接著在1998年的9月28教師節 第一所台灣的社區大學成立了 在台北市的文山社大 這裡頭有非常有趣的故事 為什麼這中間隔那麼久 黃武雄老師在提出這個 施議廣以及社製社大之後 他就被醫生判定他只有半年的壽命 就是他得了嚴重的肝癌末期 然後半年就會 就叫他趕快去準備他人生未完的事 不過他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好 那所以因為他活下來了 然後他又覺得他殘留的生命 應該對台灣社會做更多 他覺得他可以做到的事 所以在97年 他寫了一篇長文 在98年 其實在98年的5月4號 就所謂的新武士運動 在台北 當時是陳水扁當市長 陳菊當勞工局的局長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當時呢 就把這樣的一個社區大學的廚藝構想 提給當時的台北市政府 所以台北市政府就責定了 在文山 當時是在文山國中就辦了 台灣的第一所社區大學 好 那大家在這裡有看到 基隆社大是什麼時候成立的 第二年 好 98年的時候第一所 台北市文山社大成立 那其實 99年 永和社大開學 那為什麼我提到永和社大呢 因為 黃武雄老師自己去倡議了 社區大學運動之後 他其實並沒有擔任 台北市文山社大的校長 或任何的職位 但是他在99年的時候 1999年的年初 他推動了所謂的 當時是台北縣 台北縣的五所社大 他就是永和社大的創校主任 主任就是校長的意思 9月之後的12月 就是基隆社大在基隆這邊成立 2006年就是我今天要介紹的 另外一條軸線各位來參與的 千里步道的步道學的課程 是在2006年成立 黃武雄老師因為肝病的關係 所以他在辦完410之後 他過了幾年 他其實因為要養病所以他就退休了 那要成立社大的時候呢 要推動千里步道運動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從台大數學系退休 所以當時的步道運動的辦公室 就設在永和社大的辦公室 很有趣對不對 好 因為他是永和社大創校主任 那我呢 我在沒有擔任千里步道協會的執行長之前 我就是永和社大特別助理 所以我對社大非常有感情 我在 我從99年 加入社區大學運動 就是社大的一開始 到現在已經22年了 但是中間有16年 參與步道運動 所以越來越多的步道運動 所以各位來到社大 基隆社大 來參與步道學的課程 其實就進入了這樣的兩條 歷史的脈絡 這個已經歷史課太複雜了嗎 這是我們最年輕的人對不對 所以你還 26歲而已嗎 好 所以你看你已經走入歷史了 年輕的歷史人好 一直到各位來到這裡上課 在越美國小 大家知道是什麼時候接牌的嗎 去年 這裡有寫 12月8號在這裡接牌 那 越美國小也是社大運動 這22年來 第一所全校都是實體化的社大 其他全國的將近90所社大 分別就會跟其他的學校 國高中小 然後合用教室 白天有國中生高中生 晚上是社大的學員 但是各位在這裡是 全天候的教室 這個發展脈絡非常有趣 那為什麼 這麼多的 就這兩條線 會合在一起 其實大家既然來到社大 基隆社大 成為社大育員 我想也要有一點了解 社大其實他有他的辦學理念 他之所以跟補習班 跟 長青學院 跟救國團 不太一樣 是因為他的辦學 成立的目的 是有差異的 沒有好壞 沒有說 社大比較好 別人比較不好 不是這樣 而是說 社大辦學 總是有他 跟其他的辦學單位 不一樣的地方 要不然是就 同樣一個招牌就好了 為什麼又要有 長青學院 高 什麼 救國團 補習班 或社大 那他的差別是什麼呢 其實各位也在體現這件事 因為你們選的課 就是 很富有社大精神的課 包括什麼意思呢 第一 他是作為一個公民社會的一個在地基地 所以我們這個步道學 特別叫基隆步道學 我們到宜蘭去的時候 它是宜蘭步道學 我們五月會在 這個課結束後 我們會到 高雄的奇美 奇山社大 辦的是 奇山步道學 大家知道 它是不一樣的 到底哪裡不一樣 首先它就是 在地 所以 上禮拜 明天老師應該有跟大家介紹 簡單介紹課程對不對 所以 除了步道學的一些核心的 課程內容之外 還會有很多在地的老師 會把在地的這些 專業領域的 不管是 資訊 或者一些 他們長年的觀察 來跟大家做分享 第二呢 各位在這裡上的這個課 當然也包括我們步道學精神 都是一樣的 它是引入多元的思維跟創意 也就是多元的領域 而且它是一個 能夠發展在地知識的 這樣一個學習的平台 那各位學習之後 也會發揮你們學習所得 也要反饋給在地 所以這是社納精神的第二部分 第三個呢 社納很重要的一個內涵就是 它要進行在地的組織跟人才的賠利 所以我今天看到 譬如說 行之委員的辦公室 冠宇來了 然後那個 王國偉老師 我們大興農場這邊也來了 雲仙也來了 可能很多人 他你同時也是 某個組織或者 你想要 把自己裝備成也是一個 在地的人才吧 自學的同時也能夠反饋這個社會 那第四個就是呢 它可以結合一些在地議題 而且可以進行社區跟社會網絡的串聯 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到別的地方學習 大部分都是為了充實自我 這個沒有錯 但是充實自我 至於還可以做更多的 對在地的一些關懷 這個就叫做什麼 一般人學習是為了獨善其身 那但是大家學習可能不只獨善其身 而是要 奸善天下 所以 我們的課程也會安排 要去走獨 要去手作 將來你們都會成為一課種子 所以這個是社大運動的精神 那我現在就回過頭來 來跟大家介紹 步道運動 那將來你們上完這堂課走出去 就說我上過 千里步道跟社大合辦的這個基隆步道學 那一下會問你說 那千里步道在幹什麼 那你至少今天聽完課以後 會有一點點的概念 或者你以前已經知道了 那我們來 回顧跟檢視一下 你認識的 大概是哪一個面向 我剛剛說了 千里步道是在06年 發起 發起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黃武雄老師 他在 他覺得他的人生已經走到最後了 然後他覺得台灣社會還需要一種 很低很低的門檻 幾乎沒有任何門檻 就可以參與的公民行動 那他覺得環境的永續 是最重要的 那 但是過去這四五十年來 台灣社會因為講求經濟發展 講求快速 所以每個人都投磨得尖尖的 跟時間賽跑 那也跟 這個整個地球在搶奪資源 他特別覺得 如果 要翻轉這樣的一個 過去的一個 常態 就是 我們發現哪個地方有破壞了 要去搶救什麼議題 那大家就集結起來 到街頭 拉白布條 舉 舉這個牌子 說抗議 哪裡要把 這個垃圾也埋場 要蓋在哪裡 或者哪裡要有這個 有毒的 廢棄物 不當的填埋等等 所以他特別提出 有沒有一種運動 一種環境守護運動 不是去搶救 不是去綁白布條 不是去抗爭 而是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 就讓大家對自己所生活的環境 就可以去關注 你平常就關注你生活的環境 然後你平常就 去認識這些 環境中的一些 特色 然後你因為認識 而願意 花更多的時間去 關心他 甚至去 當他有危難的時候 你可以去保護他 就有一點像 大家看過那個小王子 那個小小的書 有沒有 他因為很用心 交灌他的玫瑰花 所以他就跟他的玫瑰花 有了感情 因為那個玫瑰花 是他的責任 就像我們說 我們很愛我們的土地 愛台灣 但是如果你只是拿課本說 我愛台灣 或者舉著旗子說愛台灣 那個可能不是真的 因為你根本不了解 你愛的對象 所以認識很重要 所以怎麼樣認識呢 當時黃老師寫的 一篇文章 其實不到三千字 他的這篇文章叫做 夢想一條環島的千里步道 聽起來很浪漫對不對 好像一篇散文吧 夢想一條環島的千里步道 也就是說他透過那兩千五百字 不到三千字的文章 在想像說如果有一天 那我們每一個人 都把自己心目中最美的那條步道 把它接在一起 可以環繞台灣一圈 那讓大家 想要 走出家門 透過走路跟騎單車 來認識台灣的時候 有一條很棒的路線 是可以帶你認識 台灣的各地的特色 就像 台灣每個地方像一顆珍珠 那有一條環島的路線 就是一個珍珠的項鍊 把台灣串起來 台灣真的有點像 一個珍珠項鍊 所以 當時的那篇文章就是 邀請大家 我們一起來合作 每個人都提出自己覺得 自己所居住的那個地方 最美的 路線 串聯成一條環島的路網 那大家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把你知道的路線提出來 然後我們把它接在一起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對不對 但是夢想也很簡單 總之有了一篇這樣的文章 這是在2005年的時候寫的 到2006年呢 這就跟我有一點關係了 2005年寫了這篇文章的時候 因為那已經是17年前 當時沒有Line 不像現在每個人手機都拿在 對不對 大家想想看 什麼時候Line很風險 那時候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寫E-mail 所以那篇文章在很多人的 E-mail信箱裡頭寄來寄去 然後大家就會問黃老師說 這個夢想很好啊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去環島的話 都要坐火車啊 開車啊 什麼 如果可以走路環島 騎單車環島 而且那條路很漂亮 這件事很值得大家去做 現場有沒有環島過的人 走路嗎 至少妳有騎腳要環島耶 很好 妳環島幾天 10天 那這位呢 沿著海邊走 那妳要走35天嗎 路線不一樣 對呀 果然這個班有這個 臥虎藏龍的人 可能有些人沒有真的環島 但妳也走過很多地方 或者心中有個這個夢想 總之在2005年 就很多人開始問 那條路線在哪 有些人不迷就裡看到說 夢想一條環島的 千里步道就說那 那千里步道在哪裡 那條路在哪裡 我也想去走走看 但問題是還沒有開始嘛 那只是一個夢想 所以因為很多人都在問 當時黃武雄老師是 反正他是永和社大的創校主任 那我是永和社大特別助理 那他因為已經從台大退休 所以他並沒有工作夥伴 他的工作夥伴就是 永和社大的行政團隊 所以當時我跟他說呢 如果等我 我那時候 2002年左右 2004年 我回學校去讀 碩士班 去讀研究所 我就跟他說 如果我讀完 碩士 我拿到學位 你這個 千里步道的夢想 都還沒有開始的話 那我來幫你 開始第一步 就說你至少 人家都在問 那至少第一步嘛 那第一步是什麼呢 黃老師覺得他自己沒有什麼號召力 他覺得這個是要 全社會起來 那他頂多只是在教育 界比較 多人認識他 所以還有在社大 所以他希望找一個 文化界的人 所以他就找了小野老師 那他想要 因為這還是一個環境永續的行動 所以要找荒野保護協會 所以呢 第一個動作就是 去找了 小野老師 大家認識他嗎 他是一個小說的散文家 也是一個做 電影工作的人 那還有 徐仁修老師 所以就在 2006年的 過年前後 那我的任務就是 幫黃武雄老師 找到了他們兩位 然後一起 這三個發起人 就在三月的時候 就見了一個面 然後就說 好啊 這是一件好事 那他們兩個願意一起 共同成為發起人 那 我做的事情就是 他們聯名寫了一個發起的邀請信 那我的扮演角色就把這個 聯名的邀請信 寄給所有我們認識的人 社大的人 荒野的人 文史工作者 大專院院校的 所有的人我們都寄了 然後邀請大家在 4月23號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共聚一堂 來貢商大機 看看怎麼樣把環島的 千里步道 可以啟動 所以 4月23就是千里步道的發起日 就從這裡開始 所以 從 半個志工 一個志工 一個工作人員 三個工作人員 五個工作人員 這個期待 這個期待跟工作的能量 所以 在 10周年之後 然後千里步道就 自己有了一個新的辦公室 然後推出更多 更多的公民行動 那現在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 那這個歷程是怎麼樣 千里步道運動大概可以分四個階段 一轉眼已經是 今年已經要滿16年了 要進入第17年 所以 因為黃武雄的老師那篇文章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他就是要帶大家去透過 串聯 串聯出一條環島的路線 所以他不是要去開路 不是說我們就跟政府要三億 我們就從台北這樣子繞一圈 然後開一條這個 一個一公尺寬兩公尺寬的步道讓大家走 不是 他不是要做工程 他是要做串聯 不僅是路線的串聯 也是人的串聯